这几天就回去了呀 对啊 汪小飞和大S的婚姻是大家都感到非常可惜的 两人曾经的感情是非常的恩爱 但是因为两人结婚之后就很少在一起生活 总是聚少离多 当然婚后生完孩子的大S的身材 也不像从前那么苗条 甚至是逐渐的发福了 当然常复出之后 大S的皮肤状态也老了不少 因此又因为汪小飞时常在北京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的感情就像是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这句话一样逐渐的变淡 原以为两人是和平离婚 但在一次大S跟自己二十多年的好友阿雅哭诉 不是自己执意要离婚 其实是因为汪小飞早就在北京找了一个情人 又因为自己生完孩子之后变丑变胖 让汪小飞觉得恶心 因此才同意汪小飞提出离婚 原来大S和汪小飞这段婚姻的结束 是有了第三方的掐足 听完大S的话 阿雅心疼的安慰大S一句 失望小飞配不上你 你会找到更爱你的朋友阿雅的话 更是让大S痛哭流涕 随后大S随口说出一句 现在的我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了 是没有人能够接受一个生个孩子妈妈的 大S的话太让人心疼了 那么大家认为大S会不会再找到一个 能够陪他度过下半生的伴侣呢 对此怎么看 欢迎留言评论